伊丽莎白女王的执政生涯来到了第十二个年头 皇家邮政为她制作了全新的侧面肖像 高雅端庄的形象 也代表着女王从年轻的少女 蜕变成四位孩子的母亲以及处变不惊的君主 也就是在这一年 伊丽莎白二世即将迎来她的第一位工党首相 哈罗德威尔逊 1964年10月16日 工党以四票的优势在大选中显胜 由威尔逊出任首相 而在此事前的四位首相 丘吉尔 布兰特 麦克米伦以及霍姆 都属于保守党成员 多是贵族阶级 而威尔逊所在的工党则是代表着劳动人民 在女王首次会见她的新任首相时 表现得有些许拒谨紧张 不仅是因为威尔逊与她代表的利益不同 更是因为有传言称 威尔逊是苏联克格勃间谍 一大早亲王菲利普便表示 她在午餐俱乐部听闻 威尔逊曾在去苏联访问时被策反 而且她的前任据说就是被苏联间谍谋杀的 伊丽莎白虽然觉得有些夸张 但心中还是留下了一个疑忆 而此时90岁高龄的丘吉尔又又又中风了 伊丽莎白准备前去探望 途中遇到了自己的艺术顾问布兰特 正在准备一场藏画展览 伊丽莎白看到面前的画作 穿军装的老人 布兰特表示这是一个十分神秘的角色 说到神秘 伊丽莎白便顺势询问她 关于新任首相威尔逊那些离奇谣言的看法 布兰特的猜测 无疑加重了伊丽莎白心中的疑忆 来到丘吉尔家中探望时 对方也在电视中看到威尔逊当选的画面 丘吉尔回忆起在他在位首相时 年轻的威尔逊就曾请求他的批准 作为贸易部的代表前去苏联 接连三人的话语 令伊丽莎白不得不生出疑虑 然而当她想接着与丘吉尔一往西时 对方已经累得睡着了 伊丽莎白附身亲吻她的额头 就像她离任时亲吻自己那般 很快 伊丽莎白迎来了与威尔逊的第一次见面 王室管家提前叮嘱她 觐见女王要注意的宫廷礼节 使得第一次觐见的威尔逊也愈发紧张 这也导致她给女王留下的低印象 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完全无法引起别人的关注 女王事后在王室宴会上打句道 结果对面的女人接过话茬 女人表示不引人注目 不容易被人记住 这些特质都完全符合她间谍的传闻 虽然对方是在开玩笑 但伊丽莎白的笑容却僵在了脸上 不久后 伊丽莎白收到了丘吉尔去世的消息 这位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享年91岁 英国政府为她举行国葬 伊丽莎白二世和王室成员也打破惯例 出席了丘吉尔的葬礼 然而在沉重的葬礼上 伊丽莎白的目光再次注意到 首相威尔逊正与苏联大使亲切交流 而与此同时 一名男子走入美国司法部投案自首 他自称是苏联的间谍 并提供了消息 揭露了另一名处于英国上层的克格勃间谍 军情五处处长得到消息后立即觐见女王 向他揭露了这名克格勃间谍的身份 但却不是他一步步 从怀疑到确信的首相威尔逊 最终真正的苏联间谍 是女王身边的藏话鉴定人布兰特 他便是剑桥五节中的第四人 15年内充当克格勃的活跃间谍 向克里姆林宫提供了 将近2000份敏感军事机密 然虽他已经对这些罪行共认不讳 军情五处却认为事情的曝光 将导致他们的心欲土工瓦解 只会带来更坏的影响 只好选择不采取任何措施 而即使伊丽莎白女王现在在生气 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地在画展上致辞 在展览上 伊丽莎白女王再次聊起了那幅 穿军装的老人 在近代艺术中 客人在看了画家绘制完成的肖像画后 可能会提出修改意见 把自己改得更漂亮些 于是画家便会在原画上再画一层 伊丽莎白认为 这是有另一个人隐藏在画部之下 还有一种专业的叫法式重绘本 展览结束后 女王找到首相威尔逊诚恳道歉 虽然并未提及自己 把她误认为苏联间谍一事 最后布兰特还是免于被起诉 并继续担任女王的藏画鉴定员 直到1972年退休 最终在1979年 铁娘子撒切尔曝光了布兰特的间谍身份 教室里老师正组织学生们排队 然而下一秒 昨天放学时 老师还布置下了一项任务 全班要在第二天晨会上 给全校演唱万物有灵且美 老师让同学们务必记下歌词好好练习 于是孩子们不论是在回家的路上 还是在泡澡的浴缸里 都在开心地练习着歌曲 一心想着要在明天的晨会上好好表现 然而第二天一早 孩子们刚准备开始表演 却被一旁倾斜而下得没渣眼埋 事故发生在1966年10月21日 威尔是一个名为爱博凡的小村庄 经统计有144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 而其中116人都是学生 残酷的灾难几乎夺走了这个小村庄的下一代 但这场事故的发生不完全是因为天灾 连续六周的降雨后 天空终于开始放晴 7号梅渣山的工人们在检查室发现了挖险 按照规定梅渣山本不应该高过6米 但现在的高度却达到了5倍之多 工人发现情况后准备立即上榜 却赶不上山体滑坡的速度 200万吨梅渣冲向山坡下的村庄 首当其冲的便是潘格拉小学 工人们立刻开始了自发救援行动 从前他们挖的是梅 如今却是在梅渣里挖自己的孩子 得知了灾情的首相威尔逊 立即结束了手头工作准备赶往事故现场 白金汉公此时也得知了消息 助理秘书立即拟好了一份调研声明 女王确认后统一发布 也同意了首相的申请使用女王的专机去往现场 最后助理秘书询问女王是否要去现场 首相威尔逊到达爱博凡时已经到了晚上 现场负责人报告目前只找到60具尸体 村民们依然在继续救援 看着那些抱着孩子失声痛哭的父母 威尔逊此刻也无比心痛 立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他首先表示会对这场灾难进行最高级别的调查 也会采取任何需要的方式救援 第二天一早 伊丽莎白看着城报中的灾情陷入了沉思 不久后 首相也来汇报了事故的最新情况 死难者人数已经达到116名 估计还有80多名仍然失踪 36名幸存者已经安置在了医院 救援工作还在艰难地继续 首相表示希望女王能去现场看看 但女王却拒绝了 因为她认为她的出现会妨碍到现场的救援工作 可首相还是坚持希望女王能去慰问 伊丽莎白依然不改态度 直接按下手边的传唤铃结束了会面 事故第三天 玛格丽特公主的丈夫安东尼抵达了灾难现场 却只看到了一片废墟 教堂里躺满了尸体 还有带着复杂情绪等待认领孩子的父母家人 玛格丽特转述了丈夫所见到的悲惨状况 可伊丽莎白依旧无动于衷 到了第四天 煤矿局召开发布会 试图将这场悲剧的起因甩锅给添起 但此刻失去了孩子 失去了家园的灾民 绝不会苟同 直到第六天 菲利普亲王终于来到灾难现场慰问灾民 他参加了第一批81名遇难小孩的葬礼 而孩子的父母们也在此时 唱起了他们那天没能唱出的歌 万物有灵且美 而当他回去后 女王问他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 事态发展到如今 政府官员面对高压 准备联合媒体将民众的注意力 转移到在这场灾难中始终缺席的女王 于是在事故发生的第七天 伊丽莎白女王终于踏上了前往灾区的飞机 助理秘书提前告知了今天慰问的流程 并在最后补充道 或许女王今天可以适当地流露她的情感 落地爱国凡后 伊丽莎白终于看到了灾难现场的悲惨 她到教堂里卫视区的生命祷告 去墓地给已逝者鲜花 最后慰问受害者家属 幸存的小女孩也为女王献上了鲜花和卡片 出门时 伊丽莎白用手帕擦拭了眼角 这一幕也被闪光灯捕捉下来 可事后她却对首相说 伊丽莎白没有问责政府此前的行为 反而是向威尔逊说起自己的情感缺失 当她敬爱的玛丽太后离世时 当她生下第一个孩子时 她都不曾掉过眼泪 她把自己的这种状况是做精神缺陷 但此时威尔逊也回应道 作为工党领袖 她这辈子都不曾干过一天体力活 她是牛津教授而不是工人 比起啤酒她更喜欢白兰地 比起大烟斗她更喜欢抽雪茄 但她会选择抽烟斗显得她更加亲民 我们不能为大家的事 而仍然为自己的事 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 我们要做成为领导 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是 我们的工作是 更加热烈的危险 这是我们的工作 而你做得非常好 没有人需要 这场事故被称为 威尔是历史上永远的伤痛 而据女王身边的人说 女王对这次灾难迟到的回应 是她身为君主最大的遗憾 自1966年起 她也多次返回这个村庄 也在听起葬礼现场 孩子父母歌声的录音后 流下了眼泪 王室公主凭借几个婚段子 一只贴身热舞 竟轻松借来了11英镑 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外交 她便是英国王室最美公主 马格丽特 马格丽特从小就是父亲的掌上明珠 在乔治六世的宠爱下 她养成了一颗叛逆自由的灵魂 1936年 姐姐伊丽莎白成为王位继承人后 她也随即成为了第二顺位继承人 王冠在闪耀的同时也带来了责任 年幼的伊丽莎白害怕自己无法胜任 然而妹妹马格丽特却恰恰相反 她告诉姐姐可以把王位让给她 憧憬着自己的头像印在每一个硬币上 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女人 然而姐妹俩的天真设想却根本无法实现 时间来到1965年 马格丽特公主与丈夫准备赴美旅行 两人也同意在此次行程中安排一些公共事务 女王特来送行表示感谢 此次王室夫妇的高调行程备受关注 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 媒体也直接评价 妹妹比姐姐更活力 更现代 更迷人 这位光彩夺目的公主 就像是从黑白电影走进彩色电影一般鲜活 聚光灯的关注也让马格丽特渐渐沉醉 而此时的大洋彼岸 英国政府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 财政赤字已经高达8亿 英镑正被大量抛售 如果继续下去 英国很可能会将为第三类经济体 于是首相威尔逊绞尽脑汁 企图找美国借钱寻求帮助 但此前由于威尔逊在越南事件上 并未支持约翰逊 现在只好请王氏出面向约翰逊示好 女王自然也是义不容辞 与王氏秘书一番探讨后 给美国总统约翰逊发出了邀请 但约翰逊也很清楚从此邀请背后的意义 故意拖着没给回应 随后办公厅主任便提出建议 向正在美国访问的马格丽特公主发出邀请 伊丽莎白直呼这样的方式太狡猾了 但如今有求余人也不得不答应 于是伊丽莎白立马致电马格丽特 可马格丽特一听却拒绝了 只因她答应自己要去参加丈夫的新书发布会 被挂断电话的伊丽莎白 只好立马以女王的身份修输一封 马格丽特公主如约抵达白宫赴宴 称她是个无聊的人 没想到约翰逊竟然赞同了这种说法 马格丽特的一番话直戳约翰逊心窝 随后他们又在晚餐后进行了一场赢酒比赛 还做了几首带有颜色的打油诗 最后热舞至凌晨四点才念念不舍离开 转头约翰逊便同意借出11英镑 两国的关系变得比以往更加特殊 而成为了功臣的马格丽特公主回国时 首相特地来到机场迎接致谢 女王也开始考虑要颁个什么勋章给她 但马格丽特想要的却更多 主动提出要帮女王分担责任 伊丽莎白能够理解妹妹被忽视的感觉 她本想考虑马格丽特的提议 可亲王菲利普表示 不可否认马格丽特在华盛顿取得了成功 但她们不能自欺欺人 可以靠喝酒和跳舞来进行严肃的外交 最终 女王严肃且冷漠的表情 让马格丽特想起了她们小时候 当她提出要与姐姐交换责任时 王室秘书长汤米曾这样告诉她 落魄老修女 拿出一枚价值千万英镑的蓝宝石凶针 典当行老板当场惊呆 质疑这是假货 但老修女却表示随她检验 于是老板便拿起蓝宝石哈了口气 接着修女收起宝石告诉老板 想好价格就到佩服孔大街10号找她 然而不久后 老板就带着警察前去抓人 可她怎么都想不到 这位拥有蓝宝石的修女并不是小偷 而是巴腾堡的爱丽丝公主 菲利普亲王的母亲 而此时远在英国的菲利普亲王 正在电视机前哭穷 她在访谈节目中谈到王室经费紧张 希望政府能给女王加薪 这番言论在经济萧条的当下无疑引起了反感 一名记者立即撰文抨击 新闻一经发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内阁中也有一半成员主张削减王室的开支 他们指出王室每年要花掉耐税人250万英镑 王室一天的开支 就超过了普遍家庭一年开支的四倍之多 随着舆论的发酵对立的观点愈演愈烈 首相威尔逊虽然一直支持王室 但此次也无法同意为女王加薪的要求 然而菲利普却认为自己是实事求是 作为王室他们应该得到应有的工资 并决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于是菲利普立即联系了BBC 他希望拍摄一部王室纪录片 毫不弄虚作假只展现真实的东西 就像拍摄野生动物的影片一样 菲利普希望通过纪录片的拍摄 向世人展示他们的日常生活 他们有多么努力工作 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 摄影机记录下了王室成员 与奥运代表团共进午餐 与外国大使共进晚餐 每天都忙碌于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中 就在这时首相觐见女王 报告了雅典的军事政变 提起此刻女王的婆婆 身处雅典的爱丽丝公主可能会有危险 建议女王将她接回 伊丽莎白将此事告知菲利普 但菲利普却不同意将母亲接回白金汉宫 表面上说是会影响纪录片的拍摄 其实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但伊丽莎白女王不忍婆婆一人身处险境 立即派人将其接回白金汉宫 并安排在安妮公主的房间旁边以便探望 女王和安妮公主一同迎接了爱丽丝公主的到来 但却一直不见菲利普的身影 祷告完的爱丽丝公主突然烟瘾饭了 而火柴又恰好用完 人生地不熟的她只好四处找人救火 不料却找到了楼下的纪录片工作人员 下一秒就被拉到一旁接受采访 这一幕被窗边的菲利普看到 当即火冒三丈 此刻的菲利普怎么都不会想到 他努力想要掩盖掉的这位老人 将拯救王室岌岌可危的形象 经过几个月的拍摄制作 王室纪录片终于在今晚播出 然而最终呈现的效果却适得其反 记者看到王室的奢靡生活后 当即写下批判文章 指出王室成员坐着由内税人承担的游艇和飞机 整天忙于奔波在各大城堡度假 还企图让大众认为他们有多认真工作 记者约翰的文章再次掀起了舆论浪潮 伊丽莎白在看到报道后也气得不行 事态发展到如今 王室的奢靡无度已经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对 菲利普为了收拾烂摊子 只好叫来女儿安妮公主 希望他能单独接受记者约翰的深入采访 因为他算得上是王室成员中最低调最不复夸的 但安妮公主此刻却觉得有一个人比他更适合 很快 约翰便收到了来自王室的采访邀请 他本着要将事情继续发酵的心情来到白金汉宫 然而却在等待的间歇 见到了安妮公主特意为他安排的采访人 这位年迈的修女立刻引起了约翰的注意 当即要对他进行深入的采访 他相信大众一定会有兴趣了解女王的婆婆 殊不知对方的经历 远比女王婆婆这个身份来得精彩得多 爱丽丝开始回溯她82年的漫漫人生 而约翰也在一次次震惊后 开始重新认识她眼前的爱丽丝公主 第二天一早 一篇名为《王室圣徒》的文章登上了头条 而文章的内容也让菲利普亲王从震惊到心碎 终于来到了母亲面前 原来菲利普之前之所以不来探望 是因为在她九岁时母亲被诊断为精神分裂 从此菲利普便失去了母爱 她本以为母亲没有尽到她的职责与本分 而在看过报道之后才知道 母亲在精神病院中收到了非人般的折磨 医生对她采用了奠基疗法 还用X光使她彻底绝境 爱丽丝公主先天性耳聋 但却凭借着努力学会了四国语言 而身为一位真正的南穴后裔 却在嫁给安德鲁王子后开始了她更悲惨的人生 精力政变后被迫流亡 还要忍受丈夫的不忠 也是在此时被送进疯人院遭受非人的折磨 逃出疯人院后 爱丽丝公主选择进入修道院 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帮助别人 筹建修道院 反战等事情上去 这位王室圣徒的悲惨经历和伟大贡献 挽救了王室丰平危机 母子二人的关系也在渐渐修复 最后伊丽莎白下令封存王室纪录片 永久不得再播出 1969年7月1日 威尔士亲王的册封大典在卡纳风堡举行 受封的正是伊丽莎白二世的长子 查尔斯王子 按照以往的惯例 要部署1500名士兵的军队 德文郡急巡洋舰 21响皇家礼炮等等 首相威尔逊听了打句道致不像是受封 道像是入侵 为了体现英国的联合统一 首相与内阁商议后向女王提出建议 把查尔斯转去威尔士的学校一个学期 学习当地语言在受封时发表演讲 这样更能让威尔士人民感受到善意与理解 女王权衡过后接受了首相的建议 此时的查尔斯正在剑桥上学 这个学期爱上了表演话诀 面对这个突然地决定他自然不愿接受 但看着对面的阵仗 就知道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很快查尔斯便来到威尔士 然而迎接他的场面却形成了两种反差 一边是政府官员对王子的热烈欢迎 一边则是一批民族主义者 对查尔斯的到来表示反抗 因为在历史上威尔逊是被英格兰侵略的 随后查尔斯见到了他的导师米尔沃德 沃德张口便直呼其名 吓得一旁的校长小声提醒 到此为止的会面还算顺利 但其实沃德也是一位支持自治的民族主义者 只是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并且查尔斯用威尔士语演讲 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支持威尔士语 只是两人在正式上课前 对威尔士的历史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 查尔斯认为威尔士就是大不列颠的一部分 沃德却认为威尔士应是独立的个体 两人的认知和立场都存在着差异 此刻做过多的争论也没有太大意义 于是沃德便把查尔斯带进了课堂 他的教学方式主要是通过模仿来学习 只是听到查尔斯的玩笑般的发音练习 沃德意识到自己的任务还挺艰决 回到宿舍后 查尔斯听到隔壁的音乐声 本想过去交个朋友 但却直接被对方拒之门外 不过身为王子他早已习惯被如此对待 校方倒是为他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会 但接下来的聊天却让场面一度尴尬 当问起查尔斯如何看待图书馆的设施时 他表示自己还没有去过 当奉承到他的这次演讲 一定会像鲁维林格林菲兹一样精彩时 他更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一旁的沃德两眼一黑 随后又立即找不到他们马上就要学了 但查尔斯似乎并未察觉到自己的冒犯 反而在第二天上课时 魏老师激情表演了一段新学的绕口令 上头的查尔斯没飞搜 完全没注意到对面的老师已经黑脸 直到他表演结束沃德才忍不住提醒 查尔斯这才后知后觉 走进图书馆查阅相关历史典籍 这才明白为何民族主义者要游行抗议 而那位他不认识的鲁维林格林菲兹 正是第一位真正的威尔什亲王 沃德看到密密麻麻的笔记 终于看到了查尔斯学习的态度 也开始对他有所改观 本想早点下课让查尔斯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却得知他来到这里一个月都没交到朋友 每天只能自己一个人吃饭 动了恻隐之心的沃德转头 就把查尔斯带回家中 这让同为民族主义者的妻子看懵了 偷偷问沃德该不会是喜欢上查尔斯了吧 沃德自然满口否认 但转念一想 晚餐后 查尔斯和他们的儿子聊得十分开心 但随后夫妻二人一同去送孩子睡觉 查尔斯的脸上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妻子捕捉到了这一细微的情绪 他觉得查尔斯应该从未感受过父母的爱 这时轮到沃德表示妻子开始同情对方了 妻子连忙否认 但转念一想 接下来的语言学习课程进展得十分顺利 查尔斯只需要练习演讲稿上的内容即可 但他却觉得王室撰写的这份稿件过于官方 于是决定加入一段自己真实的想法与情感 请沃德老师帮忙翻译 其中传承威尔士本土文化 长到相互认同等字眼深深触动的老师 正是寿风的日子终于到来 在众子民的见证下 伊丽莎白二世为查尔斯加冕的亲王王冠 随后查尔斯便在演讲时 念出了自己所写的稿件 收到威尔士人民的大为赞同 寿风仪式结束后 查尔斯在离开前特意拜别了沃德老师 但老师却十分好奇 他的演讲稿是如何通过王室那一关的 但回到白金汉宫后 查尔斯还是免不了被一顿批 女王看了翻译过后的演讲稿勃然大怒 此次受风仪式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人民 但查尔斯的演讲却好似在鼓励独立 女王觉得被自己的亲儿子被刺了 演讲中提到 没人愿意不被重视不被倾听 女王认为这句话 也是查尔斯自己在借机抱怨 在这个家庭里没人倾听她内心的声音 但女王告诉她 这是她身上的责任带来的必然结果 女王早在查尔斯这个年纪时 就被玛丽太后教导作为王室 他们无权宣布自己的立场 1969年7月20日 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 阿姆斯特朗在月球表面 留下人类第一个脚印 也留下那句经典名言 个人的一小步 人类的一大步 这让人到中年的菲利普 亲王看了十分激动 身为一名壮志未酬的飞行员 甚至在看完直播后 想直接开着飞机突破大气层 去探索那颗遥远神秘的星球 海军出身的菲利普 在入坠王室后 每天的工作不是去参加启动仪式 就是去参加各类组织举办的宴会 受邀剪彩发言颁奖 这样的生活渐渐让她觉得无比空虚 只有最近关于登月的新闻 能够让她重新兴奋起来 阿波罗11号成功发射这天 王室一家人都聚在电视机前 观看了历史性的一刻 但大家欢呼过后 都投入到各自的玩乐中去 只有菲利普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 而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也一直在跟踪报道 这天深夜 当她看到阿姆斯特朗成功 登上月球的画面时 瞬间激动的热泪盈眶 似乎此刻内心的理想 找到了隐秘的寄托 在这个深夜 她为理想落泪 第二天却又不得不回到枯燥的生活里 这时城堡新来的牧师 找到菲利普 想要邀请亲王 参加他们的陈思琳修护助会 菲利普见盛情男 却不好拒绝便答应了 然而过来一听才发现 这不过就是聚集了一群中年男人 在发泄自己的失忆情绪 但菲利普认为 任何问题不是靠倾土 而是靠实际行动来解决的 女王似乎注意到丈夫最近的小情绪 便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三位宇航员即将来白金汉宫访问 菲利普听后立刻笑得合不拢嘴 甚至提出想要单独 想要单独接见宇航员 女王自是宠地答应了她的要求 菲利普立刻查阅相关资料 认真整理出自己想要问的问题 几天后三位宇航员抵达白金汉宫 见过大场面的菲利普此刻 既紧张又期待 拿出准备好的问题 却不想大事所望 但他问到宇航员们登月时的感受 他们却表示 当时操作太过繁杂 根本没时间赶过 一个个问题都没有得到期待中的答复 反倒是这三位年轻人 对生活在王室中的菲利普 有着更多的好奇 想知道他住在白金汉宫是什么感觉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封敌手做闹钟 那么多宫殿真的住得过来吗 就在这一刻 眼前三位宇航员英雄般的滤镜碎了一地 他们完成了人类历程上的伟大壮举 此刻却因为伦敦不适应天气 换上胆帽 差点要了小命 他突然发现 眼前的三个年轻人 也不过是庸庸常人 其实不论是完成人类壮举的阿姆斯特朗 还是做着重复枯燥工作的亲王 都可以是英雄 也都不过是凡人 查尔斯王子第一次与卡米拉约会 准备了一场浪漫的烛光晚餐 两人灵魂契合相谈甚欢 就在此时是从递来一封信 查尔斯示意这是自己为他准备的惊喜 结果卡米拉打开一看 两人都被这小小恶作剧逗乐了 果然是灵魂契合天造地设的一对 第二天一早 安妮公主回到家 才知道哥哥与卡米拉约会的事 于是好心送上提醒 原来这场夜园 是始于一段狗血的四角恋情 原来卡米拉的前男友安德鲁 现在正和安妮公主打得火热 而在一场马球赛上 查尔斯与安德鲁正面交锋 卡米拉自然是把所有的加油呐喊都给了查尔斯 最终查尔斯虽然输掉了比赛 但却觉得自己赢得了美女的心 于是两人便渐渐开始约会 而此时被称为王室之耻的温莎公爵 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医生建议他安心地享受剩下不多的时日 但温莎公爵仍旧不思悔改 坚持要与育人天皇会面 新闻传回白金汉宫 使得这些家人们即使知道温莎公爵病重 也不愿前去探望 只有特立独行的查尔斯王子来到了巴黎 两人简直是一见如故 查尔斯称命运让前国王和未来国王在这里见面 并在离开巴黎后 一直与头契的伯公保持着书性往来 不久后女王伊丽莎白出访法国巴黎 演讲结束后 秘书走上前去告知温莎公爵已经病危的消息 伊丽莎白听后神色凝重 人都已经到巴黎了 她还是临时决定前去探望 而此时得知消息的温莎公爵立马挣扎着起身 穿戴打扮的正是体面 迎接女王伊丽莎白的到来 温莎公爵拖着虚弱的身体向女王行礼 而看到这一幕的伊丽莎白也不禁心生怜悯 不论她过去做过什么 此刻也不过是一个将死的老人罢了 温莎公爵提起她曾经认为伊丽莎白无法胜任这个位置 却没想到她如今做得这样好 或许王冠总能够找到适合她的君主 而后她出于关切 将查尔斯与自己往来的信件交给伊丽莎白 希望她能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儿子 最后温莎公爵提出一个请求 伊丽莎白上前去与伯父做了最后的道别 随后在返回伦敦的飞机上打开了查尔斯的信 这才知道查尔斯十分认同伯公追求真爱的态度 并立志要向她学习 不久后温莎公爵在巴黎逝世 享年78岁 虽然她生前被禁止回到英国 死后却还是落叶归根安葬在了温莎公园 葬礼结束后 新土森夫人来到查尔斯面前 将温莎公爵的一份遗物交给了她 并对她提出了两条建议 而这一刻 查尔斯也的确觉得自己与身后的家人们格格不入 自己的热情与他们的冰冷截然不同 参加完葬礼后 查尔斯继续回到卡米拉的身边 此时的她已经从剑桥毕业 要前往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学习 虽然身体素质与其他同学有一定的差距 但有卡米拉时常前来探望也使她非常开心 不能见面时也保持着电话联系 只是查尔斯不知道 她心爱的女人此刻还在与前男友安德鲁 毫断撕裂 只知道自己身陷爱河 甚至告诉与她十分亲近的旧老爷蒙巴顿将军 认为卡米拉就是她的真命天女并且非她不娶 但这却让蒙巴顿有些猝不及防 因为此前听查尔斯说起还以为她只是王而已 于是立刻进宫找到王太后商议此事 他们都知道这个有着复杂过去的女人 绝不适合成为王楚飞 于是两人分工明确开始行动 王太后约见了卡米拉和安德鲁的双方家长 敦促他们赶紧把孩子们的婚事办了 蒙巴顿则让学校把查尔斯派去海外住学 他们认为时间和距离可以淡化一切 面对突如其来的俄调派查尔斯还在困苦 突然这时抬头看到女王的照片顿悟了一切 立即驱车回到白金汉宫找到女王 质问她为何要拆散她与卡米拉这对苦命鸳鸯 但此刻伊丽莎白却不明所以 因为这件事她的确从头至尾不知情 在从查尔斯口中得知了详情后 女王立即召见了王太后与蒙巴顿 身为君主自己嫁给了爱情 伊丽莎白本也希望儿子可以得偿所愿 只是她并不知道这段复杂感情的真实情况 直到安妮公主的到来才为她解开了谜团 伊丽莎白听后彻底震惊 自己的儿子女儿竟都沦为备胎 于是她果断认可了蒙巴顿与王太后的计划 并让查尔斯最喜欢的旧老爷亲自去拆散他们 最终他们还是抵不过王权的压力 塔米拉与安德鲁步入婚姻殿堂 只是她在结婚前还曾致电查尔斯 王室公主穿着暴露躺在沙滩上 让小男友为她涂抹防晒霜 这一幕却被狗仔记者拍下 玛格丽特公主再次为王室新增一则丑闻 她与丈夫安东尼的婚姻也即将走到尽头 不久前 玛格丽特公主的朋友在大街上 看见一位年轻模特钻进了安东尼的车内 安东尼驱车前往一座僻静的庄园 她在这里制作了一个流氓画廊 一整面墙贴满了关于王室的丑闻 这也使得玛格丽特公主从不来此处居住 反倒成了安东尼私会情人的好去处 有人将在街上看到的情景告知玛格丽特 然而公主却好像早已对丈夫的背叛感到麻木 并告诉朋友 这就是他们夫妻的相处之道 不久后到了玛格丽特的生日 众王室成员齐聚在她的府邸为她庆生 只是丈夫又以拍电影为由缺席了 玛格丽特借着酒劲向众人控诉丈夫的不忠 结果中王室成员却在此时 滔滔不绝地说起了安东尼的好话 这无疑让玛格丽特怒不可 家人们的态度彻底击溃了玛格丽特 于是他离开王室宫殿住到了朋友乡下的庄园 而董事的朋友也极力为公主安排消遣 希望能为他赶走阴霾 在泳池派对上 玛格丽特的目光落在了一位穿戴整齐的年轻男孩身上 罗迪赶忙过来自我介绍 但第一次与公主殿下交谈显然十分紧张 当得知对方没带泳裤 玛格丽特立即带上他去镇上购物 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也使得接下来的日子里 罗迪一直相伴在玛格丽特左右 眼看着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朋友不禁有些害怕 觉得好像是自己鼓励公主背叛婚姻的 但丈夫却看得明白 从玛格丽特挑人的眼光就能看出他有多爱安东尼 毕竟罗迪不论是出身还是职业 样貌还是性格 都与安东尼十分相似 简直是玛格丽特严选的替代品 而此时另一边安东尼终于回国 受到女王召见来到白金汉宫 伊丽莎白还是滕西妹妹 希望对妹夫敲打一番让两人的婚姻回到正轨 但还不等女王提起 安东尼便告知了事态的最新进展 此时的玛格丽特带着罗迪前往小岛度假 两人在此纵情玩乐 甚至毫不顾忌在沙刊上举止亲密 而这一幕也被蹲手的狗仔拍下 玛格丽特再次写丑闻登上头版头条 就连远在海外的查尔斯都被小姨的新闻震惊了 玛格丽特立即被召唤回国 而此时的安东尼也早已在家中等候多时 在一场歇斯底里的争吵后 这段相互折磨的婚姻也终是走到了尽头 此后玛格丽特扶下大量安定仕途轻生 被救醒后只觉得筋疲力尽 女王伊丽莎白心疼地来到妹妹床前 她又何尝不曾体会过妹妹经历的背叛 而且身为女王 她也永远不能做出妹妹的选择 如果在这种程度上 你让我让一分钟一分钟 什么生活会比较不得你 你成功了 它会变得不变化 然后我们都可以变成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